第九题胖虎在座发声练习时 从都中央C依序唱到高音阶的都高音C 假设当时的天气温度湿度及风向都没有改变 请问下列关于声音颇长的叙述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讲过了颇数值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 那么现在当时的天气温度湿度风向都没有改变 所以他们的介质都一样 我们也说过同样一个介质传任何声音颇数是一样的 所以不管看中央C还是高音C 它的颇数都相同 而我们的公式是V等于F乘以Land 颇数等于频率乘以颇长 那我们的颇数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中央C它的音阶比较低 也就是它的频率比较小 所以他们的颇长就要比较长 所以呢我们的中央C的颇长是比较长的 那么所以第九题问我们说 请问下列关于声音颇长的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中央C的颇长较长